《時代論壇》聲音專欄 徐莉意愛 上帝愛醜女 徐玉琼 信徒夾 一臉 愧疚 丟著胸 這樣說 我真是虧欠神 我沒有好好的讀俗聖經 又不敢和人傳福音 我愛主愛人的心都不夠 唉 神怎會愛我 信徒悅 又嘆著氣喪感地說 我雖然信了耶穌多年 我始終都經歷不到天父的愛 我覺得神會愛所有的人 但是輪不到我 好的東西 總是沒有我份的 所以我一直以來 我和神的關係都是很疏離 我真是聽過這些說話 說的人都是信主很多年 信徒夾 就時時活在 這樣不夠 那樣不好的自責自行當中 將天父的愛 定作是輪功行賞 而信徒悅 就將神的愛 是有等級之分 是要排隊輪候 你說幾奇怪的一些觀念 愛在 愛在 為什麼這麼多的基督徒 一直享受不到 上主無條件的大愛呢 是不是教會的教導有偏可呀 你要守戒命 你要做堅證 你要傳福音 你要榮耀神 要不然 神就不會喜悅你 又不會祝福你了 信徒接收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只不過是一套律法主義的信仰 而且將上主 變成一個嚴厲的神 你說是不是愛在呢 又或者是受了現實生活的逃分 若要被愛 必須要有原因的 有目的 有條件 有代價 人世間的愛 確是存在了很多功利主義的性分 連自親的關係 都會是這樣 我童年的時候 妹妹相繼出生 我的妹妹 每個都是很美女 很可愛的 有一次 爸爸媽媽抱著妹妹 想出街 他們以為我睡著了 其實我只是在床上睡著 我聽到媽媽 小小聲跟爸爸說 帶不帶阿東出街 萬一他醒了 不見我們 因為阿東是我的語名 因為我小時候又肥又矮 像個小冬瓜 爸爸就跟媽媽說 她這麼醜樣 不要帶了 阿青 我的妹妹 漂亮 就帶她出去 爸爸 爸爸不知道 她這番說話 對一個只有五六歲的我 影響 是多麼深遠 和巨大 因為這番說話 使我感受到 被嫌棄的開始 也是我人生中 一件很傷心的事 也是我 因為我的外貌 而長期自卑的緣起 五六歲的我已經知道 原來 漂亮 可愛 才討人歡喜 但是在我爸爸的眼中 我是一個醜女 為了博父母的歡心 我唯有盡力乖巧 勤奮 順命地做人 甚至很多時候要委屈自己 各位我就是這樣的環境之下長大了 幸而我天之聰穎 信了耶穌之後 我很容易 很快地接收到天父無條件 和完全的愛 所以 我可以活出 信主之後的自信和喜樂 我雖然醜 但是天父沒有嫌棄我 而且還給我有天國公主的恩寵 也都有天國使節的榮幸 神給我牧養的襄陽 有身體殘障的 有臉容和全身都扭曲勁聯的 儘管社會上有人不接受他們 懼怕他們 甚至歧視他們 這樣反而令他們 更加享受到上主無條件的大愛 更加懂得珍惜神義女的尊貴身份 我還時常跟他們說笑 你們個個都是天國的王子和公主 而我就是上帝派來服侍你們的阿四 他們就笑得很開心 以塞亞書43章4節 因我看你為寶為尊 又因我愛你 這個是上主給我愛的宣言 也是最窩心的金句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 Times on Air Times on Ai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